花莲市碧云庄社区长期投入环境教育工作 111年更获得卫福部社区发展经卓越社区选拔卓越奖 又一成绩有目共睹 也成为苗栗县投屋乡外出参访的首站 30号上午由乡长徐兴荣率一队参访 期待借此机会促进两地交流相互成长 30号上午苗栗县投屋乡公所一行事实人 在乡长林兴荣的率领下 前往了花莲市碧云庄社区进行观摩参访 受到花莲市长卫家宴及社区的热情欢迎 今天我们首站就是碧云庄 那这个碧云庄发展协会 它在110年有获得我们国家的金子奖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奖项 那显然这就是一个我们来的一个目的 那今天我们投乡的 总共有9个社区主要就是来学习取金 碧云庄社区在当地居民洗手合作下 将原本的皇帝遥身改造为在地循环会本阅读教育园 近年跟成立花莲首个营法健身俱乐部 并出版社区发展主题绘本 在111年跟获得卫福部社区发展工作 经卓越社区选拔卓越奖等等 又一层机事有目共睹 我想国心里我们这个社区不管在据点或者是在社区的发展上面 是非常在花莲非常有名的 那投乌香今天来我们国心里 那看看我们的一些不管是在我们据点的发展或是长照的一些部分 那我希望说我们彼此两个相跟事 我们一个交流 我们希望会有所斩破 那大家也会充分的认识 那也吸取更多不一样的一些知识 或是一些活动的一些企划 投乌香掌林兴荣表示 希望透过实地走访 让志工伙伴们回到社区服务岗位后 也能将所见所闻化为行动力 来提升社区经营方针 并借此机会促进两地交流 相互成长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